最近在台东取景的电影 《神命家族》刚上映不久 就有民众发现 在网路上知名的影片平台上 出现了神命家族高画质的完整影片 一般的民众看到这样的讯息出现 纷纷表示这样的行为相当的不好 应该要多支持正版的影片 比较恰当 最近有民众在网路上 PO出在知名影片平台 发现了最近在台东取景 又刚上映的电影《神命家族》 有高画质的完整影片 民众看到这样的讯息 十分惊讶地说 这样的行为真的不太好 应该支持正版的影片 比较恰当 我觉得如果这样 未经创作者方的授权 就上连到网路上的话 这种行为应该被支持 实在蛮多YouTuber 会在网路上做一些 电影的影评的一些分析 我觉得如果他们用的画面是 在合理使用范围 像是官方释出的预告片 从里面来截取画面来使用 我觉得这样的 使用到实在是算合理的 目前网路上常常出现了 许多非法盗版影片 出现在各大知名影片平台 影片也遭受到版权问题 立刻删除 提醒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将盗版的影片上传到网路平台上 记者蔡丞翰台东市报道 公司 转发 订阅 期末 。 谢谢观看